桃園龟山这排房子沿着山坡而建 不过特别的是围墙还多出了楼梯往外延伸 而且还连着一个铁皮通道 这画面看起来似曾相似 班级已落地 搭建起空桥让旅客下机 这里是机场空桥 龟山这排房子出现 类空桥的楼梯设计 附近住户说早就存在多年 没有啊就很方便啊 四楼五楼它不用爬楼梯啊 这栋桃園公寓住家外的铁皮跟楼梯颜色 跟机场的空桥非常相似 这整排房子盖在山坡地上 类空桥的空间连接的是四楼住户的后阳台 围墙被拆除 拉出如同飞机空桥的通道 楼梯出口还跨界在马路上 对比Google Map接近2009年就已经存在 目前还没有排到对不对 是因为它查报的时候是属于技术违章建筑 那依照我们 台湾市违章建筑处立要点的规定来讲的话 是以示公众违章建筑 列为最优先的派债项目 那其余的技术违章建筑 就像刚刚说的 以分的分阶段的方式执行 对列管拆除 房子长出类空桥的通道 其实早在2018年8月就曾经被检举 是桃园市府列为寄存违建 相关单位也将会依顺序审查 严查此地违章建物 近新闻和困员杨仲强 林佳怡采访报导 立刻下载近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近身近美 近好新闻